星期五,美国总统拜登访问约旦河西岸 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惠吴 美国行政当局一位高级官员说 预计拜登要宣布一大宗资助协议建设东耶路撒冷的医院 其他计划作出宣布包括有关强调巴勒斯坦经济发展的计划 例如在加沙及约旦河西岸建设4G无线网络 但拜登未有带去任何有关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和谈的新计划 星期五三号时,拜登将前往沙特阿拉伯 在他抵达之前的几个小时 沙特星期四晚间宣布将会向所有航空公司开放他的空位 这一项的宣布结束了该国对来往以色列飞机的飞行禁令 星期四,拜登与以色列总理拉皮德举行会议 然后两位领导人举行联合记者会 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不能让伊朗成为一个核国家 但是他未有能够就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 阻止伊朗核研发达成一致的意见 伊朗同一些世界大国2015年签署的一项国际协议 该协议限制伊朗的核项目作为交换国际之间的对伊朗的制裁将会削减 以色列是对这个协议提出批评的主要国家 拜登在该协议签署时是美国副总统 他的前任前总统特朗普 在2018年使得美国退出该协议 在有关国防最近试图让美国与伊朗重新返回该协议 这种努力包括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谈 谢谢大家